好,如果你擔心條槍師會死掉的話 你可以開技能啦,我們沒有關係 不過雲星你看有沒有 一發流彈下去所有的官員全部都死光光了 那個視覺效果真的非常好啊 哈囉,大家好,我是薩克 是你被遊戲耽誤的保險業務員 歡迎回到薩克的方舟人事部 危機合約作為一項系列影片 那影片開在前呢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薩克的頻道的話 記得按下訂閱按開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漏掉接下來的每部影片哦 另外如果你喜歡無課玩遊戲 想看無課的玩家怎麼打 更有高進度、PC遊戲還有PVP的話 那肯請訂閱我們內文連結裡面的副頻道 我就放在內文連結裡了 好,OK,哇,今天的日式剔圖 就是我們這次荒蜂行動 第一天的日式剔圖就是荒漠 那今天8分低保比第一天簡單很多 因為我們終於不用再強迫去點 那個讓蝸牛變超級痛的tag了 其實嚴格來講這個tag還是有的 只是它是3分的tag 那基本上我們應該不會點這個可怕的tag吧 你看攻擊力提升130% 攻擊速度提升130% 降低防禦力效果提升2倍 哇,光想就覺得好恐怖哦 所以不要去點這個東西好不好 然後螃蟹的tag也不要點哦 生命值、攻擊力跟防禦各提升25% 重量提升3個等級 代表一件事情 你只能用硬幹的方式把螃蟹給殺死 不能用推的 所以也不要點這種東西來自虐啊 所以這個就算了吧 那這個也不用點哦 近戰單位的部署費用其實是3倍 不用說吧 因為我們這一關都是用賭門的方式來打的 所以基本上這個點的就是在自虐啊 那這個可以點哦 就是高台會被進10個沒有關係 因為這一關就像我薩克說的 第一次我們在過這一關的時候也是用賭門嘛 今天一樣用賭門也可以哦 那基本上被進的高台會呢 全部都是靠近左邊的那個地方 跟我們賭門的右邊哦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所以點這個吧 對這個沒有差 但是呢你可以點這個反狙擊哦 為什麼點反狙擊有好處 雖然說敵人的攻擊範圍擴大100% 但是呢 因為這一關的8分TAG嘛 對不對 就是低寶8分 沒有任何增加攻擊力的TAG 所以敵人都是原廠數值 比較稍微擔心的地方就是那個什麼 對 蝸牛騎射吧 可能會把你高台會給射死啊 但是呢 這關沒有進你的意料幹的 也沒有進你的高台會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那個壓力算是蠻小的 那反擊洞不要點 對反擊洞不要點 不要讓敵人跑那麼快 那如果你點反狙擊的話 有好處的 就是連這個使用特定合約組合 玩人行動 這個任務也可以一起解哦 一舉兩格啊 所以照著薩克這樣子點把點就對了 好OK 以上呢就是TAG講解的部分哦 接下來直接進到我們隊伍解析的部分 好以上呢 是我使用的隊伍 那基本上這一關我建議大家就是 有拉普蘭德的話就去借個拉普蘭德吧 因為有拉普蘭德一個人就可以手左下角了 那我拉普蘭德的話 我二號技能是專精三 對如果你是有打過合約的大佬的話 基本上 對上次BETA合約應該都有練拉普 那如果你沒有拉普的話 你可能就要換成黃大喵去守那邊了 或是換成大功去守那邊 但是你可能要想辦法 處理一下就是那個回血的問題啊 所以你可能在奶盾布置上面 你可能要稍微就動腦筋 要思考一下下 那賽馬的話基本上 對 就是超級 這個危機合約 不管每一天都會出現的角色 這個我不用說了 那如果你沒有賽馬的話 靈光跟古迷也是一個選擇 推進翅膀不強迫 也可以使用其他的攻擊力 比較高一點的先鋒 那羽星的話 羽星超級好用 羽星這樣炸一下去 基本上就會死一整片的蝸牛 那個視覺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啊 OK 那星雄的話就是你的主坦克 好啦OK 那以上就是隊伍解析的部分 接下來直接進到實戰操作的部分吧 我覺得比第一天的八分低保還要簡單很多啊 對 還算是OK的 好 那開場呢 我們先部署我們的推進之王 放在這個地方 就跟第一天的八分一模一樣的 對 操作一模一樣的操作 好 接下來呢 存一下費用下我們賽馬 對 放賽馬在這邊 OK 之後呢 放拉狗 對 等我們存一下費用 放拉狗 把拉狗放在這個地方 對 這樣就可以擋這邊出來的自爆蟲喔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存費用 出現這個 新的那個 蝸牛了 也不用擔心 這邊呢 我們放允星 對 允星放在這個地方 對 讓允星在這邊 轟炸這邊 沒有擔心喔 允星受傷了 但是我們馬上就下補師喔 這邊呢 我們下條箱 有沒有 把允星的血拉回來了 沒有問題 好 接下來呢 這個地方呢 我們放我們的閃靈 對 放閃靈 放在這個地方 好 那如果你擔心 那個 條箱是會死掉的話 你可以開技能啦 沒有關係 不過允星你看有沒有 一發流彈下去 所有的官員 全部都死光光了 那個視覺效果真的非常的好 好 這邊 最後面放在我們星雄 那基本上 這樣子的話 這關就沒有問題喔 好 這關就可以爽爽的手過去了 那只需要在 紅色蝸牛出現的時候 開技能這樣就可以了 那你稍微在二倍速的時候 要注意一下 因為允星有可能會提早 把之後蟲炸死 然後拉狗來不及放沈沒的話 那允星可能就被炸死 那可能要重來了 所以這邊就稍微 放慢一下速度 對 不用那麼急嘛 對不對 好 那這邊的話 基本上 你完全不用擔心防線問題 後面有 群攻狙擊 前面有星雄 所以是 完全不用害怕的 好 紅色的蝸牛出現了 那如果你這邊練度不高的時候 你其實可以開個 調向技能 很有關係的 好 像這邊的時候呢 我就開個調向技能 有沒有 讓全場的 血線呢 比較安全一點點 好 這邊呢 紅色蝸牛很多 我們開啟龍門電風扇 OK 做一波清場動作 那這邊不用擔心了 因為有拉狗在 罩你 所以不用擔心 好啦 那這樣子 我們基本上就把 大部分的敵人 全部都清光光了 OK 那龍門電風扇 持續在運轉 就根本就不會有任何人 會突破你防線 我這個陣容就是這麼的無腦啦 好啦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 低薄8分的作業相機的影片 那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